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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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姚志淮 其實我剛剛上台之前 我們這個講師一直告訴我說 要我想一個開頭的話 那其實我 最想講的是我最畏懼的事情 有兩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我很怕 我一上台的時候 讓你們以為 現在是中場休息時間 我要準備來唱歌或跳舞 來娛樂大家的 這個是以前我在外面演講 人家常常一上台就說 這個是要表演的嗎 而且我在另外一個問題上就是 我演講的時候常常 有的時候卡住 一卡住的時候 這個動作開始就 人家又以為說 你是不是又要開始要 要開始鬧蛇了還是怎麼樣 所以希望大家接下來可以來 這個就是多冷靠一下我的這個語言 那去到主題 我是2007年從美國回到中國大陸 那回來中國大陸發展 其實我最想要做的一個事情 就是能夠從事或是發展一個 能夠帶給整體社會有價值提升的一個事情 也希望我做的事情 能夠是把大家整個社會上的生活品質 能夠提高的一些東西 那因為有這種想法 所以輾轉的 所以才介入到了農業 那了解農業之後 我真實的是 相信說農業它因為它是一個非常生活化的一個產業 那這個生活化的產業 如果能夠把它做好的話 它其實是可以讓每一個人的生活 可以有一個全方位的提升的 所以說我越做是越熱愛這個事情 那這個 在談這個進入到農業之後 其實大家肯定看得出來 我肯定不是去耕田的 我也不是很喜好耕田的人 雖然我覺得這東西是好東西 但是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一個定位 有個工人定位 因為你的教育背景也好 或是你的生長背景經驗 生活環境等等 所以說我自己在農業裡面 我把我定位的是一個農業的一個系統工程師 那你會看到 就是過去六年我們在成都這邊 發展有機農業裡面所做的一些事情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農業 為什麼我說我是工程師呢 有兩個點 農業有兩個點 第一個點 是農業它本身它其實是一個相對繁雜 而且環環相扣非常緊密 每個環節之間交易模式非常多樣化 交易數量非常大 但是單價很低的一個很奇怪的一個產業 所以說這種產業 你要去把它給從理解到知道你要怎麼切入的話 其實你是非常需要一個工程師思維的這種態度 你才有辦法去慢慢地破解了解它 那我們提到第二點 就是農業它也是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行業之一 那這個古老的行業也帶給它兩個很重要的一個包袱 當然它有它歷史的包袱 產生了一些我們說最難跨路的壁壘在這裡面 當你想要嘗試創新或是想要去做一些新的想法 現代農業等等 其實這個最大的難關不是競爭者或是市場 而是這個本身它一些歷史嚴格下來的一些這種包袱壁壘 那我相信作為一個工程師 用一個慢慢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式 是有辦法透過一個系統性的解決方案來把農業做成 是一個比較有趣誘人的一個行業的 那這個潮農民其實這個話題是主辦方他根據 他可能沒有跟我只聊了一下子 可能主要是根據我的外型來定義出來說 要我講了如何做一個潮農民 那其實我還是要咬文覺知一下 其實對於潮的定義我們大概歸納為三種 第一個就是他是跟著去世做事情的人 第二個他是引領趨勢的一個人 第三種狀態呢 他可能就是在趨勢裡面在推動的一個一份子 那這三種人其實我們都可以把它稱作為是潮人 那農民的定義就是可以比較規範的跟大家講 從他的定義是有一個歷史嚴格性 從傳統上來看農業裡面的農民 他本身是一個食物作物的生產者 那接下來開始有一些這種產權等等的這種 擁有這種市場化的這種發展之下 農民開始演變成我們現在聽的這種農場主 他變成是在經營運營生產資源的人 那現在在國外還有我們開始在中國看到一些 新的一個口號就是說新農民知識農民 他其實就是我們說第三種農民的狀態 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要把生產的技術跟產品的質量 去做一個有效提升的人 他們的責任更多是在集合知識 然後去實踐知識上在作用 那我們把草農民這兩個東西結起來的時候 我給他一個比較簡單的定義 就是他應該是一個農業的供應鏈跟價值鏈的資源整合者 跟資源的經營者 這應該是一個草農民 或是我們所謂新農民 在切入農業這個行業的時候 可以帶著的一個心態 那當然每一個人做每件事情有不同的使命 但是卻在做任何行業或做任何事業 肯定建立一個使命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給大家推薦的一個這個 我認為應該是 如果說大家這個開始了解農業啊 或是開始在參與到農業的時候 我會希望大家能夠有這種 我這邊寫的這個使命感 就是希望說做農業或了解農業的目的 是希望讓所有的人都願意 也都能夠消費得起最好的農產品 最安全的農產品 這一點 這句話雖然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這裡面是牽扯到千絲萬絮的事情 包括說農業本身的現況又是什麼 你要怎麼去解決它 你會遇到種種的問題 那農業我相信大家在網上收到很多 很多有情懷的啊 或者是很多悲劇 或者是很多辛苦 那其實這些東西來講 都是需要有一個精神糧食 來撫慰我們這個這種挫敗的 充滿挫敗的過程 所以說我認為這個使命 我也希望大家是以後在了解農業 或是想要去參與農業的時候 可以來保有的一種 這算是你的精神糧食的一個來源 那農業有很多種 那為什麼我會認為一個新農民 或是一個所謂草農民 他應該要選擇有機農業 來作為他的一個發展的定位 因為以往我們大家對有機農業的認知 或有機產品的認知 往往是停留在產品本身的規格上 比方說無農藥 無化肥無轉基因等等等等 但其實有機農業在一個國際的定義上 近代的有機農業 我們從大家所市場上所了解到的有機農業 我們生產的過程 還有產品生長的環境 還有產品從生產者到我們手上面 這個環節模式的合理性在做文章 所以說這個有機農業其實這邊的定義 它是結合組合傳統科學創新 來建立起一個能夠達到 我們說健康生態關愛公平 為原則規範的一個農業產銷體系 這個應該是一個農業的一個 如果今天我要選擇做農業 我肯定會選擇做這種農業 否則的話一般的農業來講 它其實跟你去選擇任何其他行業 是差不多的 它基本上就是圍繞著價格 跟不同的交易模式在進行 那這一點也是一個很有特色的東西 當我們大家在接觸到 平常有人在提有機餐廳 有機產品 有機什麼有機什麼 或是說生態農業等等等等 其實我們也有一個觀察的方法 就是說你這個 其實你看到它的網頁的一個設計 或是看到它的一個交易的設計 或是它產品內容的描述的時候 你可以來發現說 它是在走餐桌到田園呢 或是它在走田園到餐桌 其實在傳統的模式上 一般來講農業產業更多的 它是從餐桌走向田園 為什麼 因為餐桌代表著需求 你肯定在做商業模式 或是在做一個方案的時候 你是圍繞著需求 你才可能有收入嘛 所以你不太可能去 顛倒過來從田園走向餐桌 通常都是從餐桌這邊的需求 來設計出你的供應模式 或是你的價值鏈體系 但是在做一個潮農民來講 你在做有機農業 尤其是你必須要去換一個切入點 當然這個從田園到餐桌 聽起來從邏輯上好像是很正常的 大家覺得很正常 但真正要你執行起來 你會覺得非常不正常 打比方說像我自己本身 我是不吃菜的 但是我要吃菜 我只吃大概數了五個指頭 可以數出來的品種 因為我平常我就不吃 所以我也不知道 到底有哪些菜我平常可以吃的 那這時候如果說 你要做我生意的話呢 你要把你田園裡面 種的東西要給我 我肯定 如果我不是被強迫的話 我應該是不會去購買 或是不會去消費你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假設 一個田園這種生產者 他就因為這樣就放棄了 那這個 我想這個行業大概永遠會停滯不前 所以說我們在切入這個產業的時候 其實要把這個點 可以做點文章 因為既然大家都已經把餐桌到田園 都做透做爛了 而且是非常工業化 非常標準化的做法 那我們為什麼不嘗試看看 怎麼樣去把田園到餐桌 也可以做成標準化 那我所謂的標準化 不是說要很單一很無聊 而是說把很多的變化 去把它這個節奏邏輯給分析研究出來 那盡量能夠把生產者跟消費者之間的這種 消費節奏跟生產節奏能夠對得上好 比方說現在這個季節沒有番茄有茄子 那我不吃茄子 或是我沒吃過茄子 或是我覺得茄子看起來很噁心 那我們中間就要有人 這個我今天穿那個廚師的衣服 就是在說我平常大部分的時間滿腦子在想的 就是我要怎麼樣把我這個 種出來的這個菜 去想辦法去 首先讓我自己能夠吃得下去 另外一個是把它給 能夠去說服消費者去買它去吃它 所以這一點來講 其實就需要很多的研發創新 其實很有意思的 那這我認為也是作為一個草農民 它發展上面 它可以取得樂趣的一個地方 那剛剛講到很多這種理念 樂趣的事情 其實這一點我覺得 接下來要講這一點那個風險管理是很重要的 因為農業本身它相對來講還是一個比較資本密集的一個市場 就是你投下去的東西 第一個你不會馬上取得什麼大訂單 就算你取得一個大訂單 大訂單要把它給滿足也是從很多很小的小東西去組成的 所以說你從拿業務一直到把這個業務訂單執行 是一個其實風險很高的過程 你有可能找不到業務訂單 你有可能拿到訂單之後交不出貨來 所以說我們 我今天就是把這個風險上面 我不會講太多 但是我覺得一個是一定要有一個正確的一個願景 就是說今天你在做這個事情 遷入進去的時候 你自己要了解這個行業本身的發展 還有說別的行業會不會有什麼東西發展好影響到我 比方說六年前我在四川開始做的時候 這邊有一家很有名的公司跑來找我 他說我們要建立一個有機商城 網上商城 到裡面去賣所有有機產品等等等等 講一大堆 我跟他說的東西不能做 但是我說你可以去做 我可以種菜我賣給你 但是我不會去做這個事情 因為我認為你如果只看農業 他會說農業裡面都是一群很傳統的人 他們沒有這種互聯網思維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但是我跟你講 互聯網行業的人 他會想要動你的這個農業的東西 所以說你不能夠站在你的行業裡面 只看你行業發生的事情 而去忽略掉其他行業的變動 所以說現在我們看到很多 在中國這個市場裡面 基本上你看不到任何一家 專門做有機或是什麼生態生鮮 可以活得好的 基本上幾個大的 在我所知都已經 基本上都是賣給人家了 都自己都做不下去了 所以說要有一個正確的願景 是很重要的 然後再來我提到 經營就是要有一個好的商業模式 一定要盈利 而且要馬上盈利 為什麼 因為農業大部分的參與者 都是一堆農民或是低收入的人員 你今天你是沒有辦法去等待說 等我們賺錢我再分給你 這個是沒有的 你不管怎麼樣 當然我也不鼓勵你自己先掏腰包去塞錢 但是想辦法 在制定一個商業模式的時候 不要去走向 這個我們說的互聯網這種思維 說我要先燒錢佔市場 然後最後再回收 因為很有可能你燒完錢之後 你最後是幫別人把路鋪好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要大家注意的 那最後一個就是運營的部分 農業裡面因為千頭萬虛 有很多的這個功能 有很多的有生命的產品 隨時要報廢 所以說在農業上面 就算你有很好的商業模式 如果你今天不深入到很多的細節管理的話 它帶來的災難是遠遠會比今天 不管是做電子產品或做其他產品 還要重大的 因為它會讓你的庫存 直接變成是一堆完全沒有用的東西 那所以這點上來講 如果說我們要永續經營的話 必須在農業上面是要把很多管理 要非常計較 要能夠 這樣子才能夠產生一個 比較永續的一個生命力 那最後我要提到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很多東西其實 你在教科書上 或是你在其他行業 或是你在其他的 這個個人的經歷上 你可能都接觸過 你可能大概也了解過 但其實做農業 我認為到目前為止最好玩 最有意思的事情 其實是這幾個東西 我今天提出幾個這個 我們說潮農民的一個生存工具 是什麼 那我提出這四個工具 一個是PGS 一個CSA 一個是Holacracy 它中文叫核弄智 然後還有一個社群經濟 這四個東西的概念 我簡單的跟大家描述一下 因為這個 其實它每個東西其實都是非常新 而且還沒有找到 一個可以完全適合所有的模式 都是在探索中的東西 但這幾個工具來講 PGS參與是保障體系 首先它可以 我認為它是全世界最酷的一個農業工具 因為它可以讓任何的生產者 跟這個生產者 覺得認可生產者的人 跟消費者跟生產者可以一起 來發布跟發表 建立一個他們自己的食物標準 然後根據這個食物標準 來慢慢延伸 影響更多人 按照他們的食物標準 來生產食物 那這個是PGS 我認為它是 現在是非常非常 應該是很適合在中國發展的一個模式 所以我會鼓勵大家 不管你是消費者也好 或是你是一個生產者 你都應該去提出來 欸 今天我買的東西 我希望了解它更多 所以是不是可以透過這個信息的交流 大家能夠把一個自己的標準體系 自己的信任給建立起來 那CSA這個東西 其實大家會比較熟悉 它是社區支持農業 那很多人認為 CSA就是一個賣會員的方法 就是賣菜 或是賺錢業務的一個方法而已 但其實CSA東西其實大家 作為消費者 你必須要了解 現在基本上 你們如果在家裡面 有去做訂菜服務的話 基本上都會聽到 別人都會打著CSA或類似的旗號 來賣東西給你 但這個時候你就要去跟它去 問很多問題 我在上面標註就是說 CSA它其實是在幫助農場主 去建立一個準確的產銷計畫 的一個業務模塊 它並不是拿來單純是想辦法賣東西的 它其實是根據業務 來把它的生產計畫 做一個更合理的配置 那通常這個配置 應該是在賣給你之前 我就要拿出來一個一年 至少是一年的生產計畫 你要認可我的生產計畫 並且你要能夠確認 我的生產計畫 是合理可信的 你才可以來跟我買菜 假設你今天看到我這個生產計畫 我每一週有10公斤的菜 然後你跟我說有15樣 20樣品項 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基本上可能性非常小 除非說它今天農場的面積 有上萬畝或等等 那它有可能做得到 否則的話它肯定是到菜市場買菜 放到籃子裡面 跟你說是它農場 所以說CSA來講 我認為這個不管是消費者或生產者 都應該對它有個正確認知 然後利用這個東西可以去鼓勵 大家去做更科學的一個生產 因為科學的生產 其實意味著成本的下降 這對大家都有好處的 那最後我提到的核弄智跟社群經濟 其實這兩個東西 有些人可能知道 有些人可能不了解 但其實這個核弄智現在在 我們所謂這邊叫矽谷 矽谷它應該是矽谷裡面 大部分的新創公司 最常使用的一個管理板塊 基本上它就是把公司裡面去組織化 就是公司裡面只有團隊 沒有分工人部門等等 每一個人他都是一個獨立個體 但是是有共同使命跟目標的個體 組在一起 透過任務的分配 任務的這種分解 讓大家一起往前把工作推進 那我認為這個東西來講 對於農業它有很重大的意義 因為農業裡面大部分的工作內容 門檻並不高 基本上只要你願意花時間去做 你基本上都應該是可以完成得不錯 所以說是你要不要做的問題而已 所以說在工作的分包 勞務的分包上 我們必須要把這種核弄智這種理念 好好應用好 不管是說今天公司內部 能力可以充分發揮也好 或者是公司內部能力不夠用 你可以用核弄智去引入消費者 或引入其他的個體 進來一起跟你做這個事業也可以 所以說它基本上是一個非常高效的 一個能力支援的一個運作模式 那社群經濟就不用說了 它最大的體現 應該就是我們現在大家比較熟悉 你說你要去孵化品牌也好 或者是說今天你要去做一個加盟店 需要大家在股權上面合作也好 其他都是社群經濟的一種體現 這個在農業裡面也是非常 就是你要做個新農業的話 你會非常需要的東西 這個照片是我們一些農場農民 大部分人都已經不在公司裡面了 但是我希望今天我們在講的這個東西 雖然講的可能沒有非常準確 但是我希望可以勾引起大家對農業的一些興趣 去了解它 因為我相信今天一個潮農民或是一個新農民 他絕對不是在談農業本身的從事者 因為你們每一個人每一天都在吃吃喝喝 當你吃吃喝喝的時候 其實多去了解一下 多撥一個電話 多去網路二維碼查一下 去了解一些信息 去分享一些信息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你都在為這個新的這種農業 在做出很多的貢獻 那謝謝大家 會 現在看看 他應該是我的天很習近 我們可以探索 1個 在這一個